大家好 三月份啊 这个月季的生长速度已经非常的快 已经长出了非常多的枝叶出来 甚至是有的月季呢 已经开始运累了 那么我们在三月份的养护管理的是非常关键的 这关乎着月季后期的生长还有开花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的养护重点有哪些需要注意呢 首先第一点就是一定要保证有充足的光照 还有通风 这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月季特别洗羊充足的光照呢 有利于它进行光合作用 也能够让这枝叶长得更加的粗壮 更容易分化花芽花蕾 第二点呢就是要及时的补水盆土 不能够太过干燥 但是也不能够积水 盆土过于干燥或者是积水 都会影响到这个花蕾的一个发育和生长 那么我们浇水到底应该怎么浇呢 我们可以采用一个健干健实的浇水方法 就是从这个盆土中间这个部位呢 产生一点看一下有没有干 如果呢已经干到一个三五公分 那么我们就可以及时的给它补水 来促进这个植株的生长了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用肥 因为这个时候呢 它生长速度快 虚肥量是特别的高的 但是应该用什么肥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看植株的生长状态来决定了 如果这个时候月季呢 它还在长枝叶 还没有分化花芽花蕾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一些这种全营养的水龙肥 但领甲均衡 可以有效促进这个枝叶的生长 可以让它长得更加的健壮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分化花芽 像这样子呢 这个顶部的叶片已经展开 那就说明了它准备要分化花芽 那么我们就要用一些 含领甲含量比较高的肥料 其实含领甲含量比较高的肥料有很多 比如花多多二号 磷叶青甲都可以 如果不懂用的话 最简单的办法又是用这种月季 专用型的营养液 它也是一种高领甲肥 将它稀释之后进行页面喷湿或者灌根 就可以有效促进这个花芽花蕾的生长了 那么第四点呢 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病虫害的防治 因为呢 现在温度逐渐的提升 再加上呢 春季雨水多 是很容易滋生病虫害 比如叶斑病啊 白粉丝啊 或者一些虫害啊 牙虫这一类的 那么这些都会影响月季的生长和开花 但是应该如何防治呢 首先我们说一下病害的防治 就是要给它喷湿一些杀菌药 杀菌药不能够单纯的用一种 单纯用一种的话呢 它很容易产生耐药性 那么我们最好就是准备两到三种 可以选择用这个乙座多菌磷 这一类广浦性的杀菌剂 再加上呢 这个甲肌流菌磷 这两种杀菌剂基本上就可以了 我们一个月喷湿一次 然后呢 两种药剂的交替喷湿就可以了 如果是杀虫的话呢 杀虫药其实有很多 但是想要广浦性一点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阿维定虫米 它里面含有这个阿维菌树和定虫米 它的这个杀虫的话呢 更为全面一点 所以呢 月季在三月份的养护管理的主要就是 这四个重点把这四个要点把握好了 月季在三月份呢 就是能够长得枝繁叶茂 花蕾层层茂了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